今天来拉一点这个石子和沙子水泥搅拌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大叔他们家店这块地方剩个免费给我们 好累天了 现在我手都发抖 肿了 我们到家了 然后现在准备开始卸车呢 今天拉回来的这些一会儿把这地面 把这地上的土再抠一抠 然后把那个沙子水泥湿子 然后再和点白灰 和点湿灰 和点水泥 我都累的都不会说话了 看看我们这边地面 我们垫了左一遍右一遍 今天开村的时候又弄了一遍 现在又开始扑 然后这两天有时间把这边全部都扑上转 这样的话下雨 扎潮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比较干净 这夏天这雨啊来的快去的也快 这会儿了就没有刚才那样大了 我们睡一觉起来 我天哪 怎么下开雨了呢 现在要把他们卸车 这上午的都浇了雨了 这边也都是 怎么样 先给那石头卸了吧 看看我们这一会儿的天气变化多端 南边那边全部都在下雨 这边大太阳 爷你说这些咋不够啊 那早知道咱们补垫的那些好了 你垫到就垫到 你多买石子 你垫到也不熟 这个就了 明天再买点石子 买点沙子 水泥 把直接个门口再打上去 慢慢跟这边露到水上了哈 看我爷爷75岁 干活力说吧 还得祸一遍沙子水泥啊 啊 那石子家里 把这个把这个石子家里啊 啊 我咋还要那天呢 那石子都得祸 我搬一会儿老了一会儿 石子的厚 注意到厚房 不需要 准备把从这个边到江南角的那里边 全部都抹上水泥 哎老公 那底下的路咋办呀 也弄地了哈 沙石路呗 反正要是来回走的话 也不能误车 也不能怎么样的哈 底下的店多高 这路都修两年了 原来好多朋友都说嘛 想致富先修路 你俩的路啊 任重而道远呢 两年了还没修完 把里边加上石子 这样的话会更结实一点 这都是我们拉回来的 也不用买了 这狮子夹上去得拌几遍呀 差不多匀了就行 到那边一抹就行 那我看这边的基本上差不多了 现在石子都已经抹好了 然后给它均匀的摊开 拿那个抹子 抹匀 抹平 抹的光滑 晚上是不是还得压一遍呢 最好是压一遍哈 然后还得养养生嘛 养养生 虽然活不大 但是该做的咱得做到位了 小妹找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没准下脚了 哈哈哈 老公我给你支个招吧 我脚底也站着站着这边 铺上两块砖 当一块木板 然后你就有地方下脚了 看着没朋友们 我老公又开始自恋了 自信才会自恋 因为人家经常干这个活 从我们家的牛圈 然后到我脚底在那个库房 再到现在的库房门口 它这半年已经没了好多好多回了 管着平不平的 赶着也不管它系的齐不齐 但是人家能干 就主要是把这一接口这个位置摸好了 是不是 要不的话 要不车来回一走就 就压得碎了 接口是没事的 这边上就 这边上 我们给你们看看啊 就这老公谁家有 还摸的 挖瓶啊 人家干着我坐着 这也不会干 就只能是休息了 马上就要摸完了 这个坡我们又省了好几百块钱 拉拉拉拉拉拉 我老公整完了 哈哈哈 整完这一了 用没有拿几块准给它贴壁上 不用 不用啊 你说不用就不用 现在江南已经把我们家这个门口 全部都已经摸好了 接下来就是把我脚站的这边 离杂炒机最近的地方全部都给它铺上转 我们俩每天都有活干 我们俩每天都在想着 哎呀如何又把活干好 还要把钱省下 哈哈哈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要去拌料了 他还在那忙呢 拜拜朋友们